实验活动,平衡常数的测定 实验器材与材料有 两桶,烧杯,笔色管,试管架,波棒 特度尺,安全吸球,黑色不透光纸,分度吸两管,低管,标签纸 以及笔色装置 实验室要有 硝酸铁,流氢化钾 配置容易,步骤一,取五支口径相同的笔色管标记一到五号,两个分度吸两管标是A和B 步骤二 以表格的体积配对 配置相对应的容易,如边号1的试管 以分度吸两管A配合安全吸球 两取5.0毫升销酸铁容易到入试管中 另取分度吸两管B配合安全吸球 两取5.0毫升流氢化钾容易到入试管中 使容易混合 表格如画面所示 比较 步骤三,用不透光的黑纸包裹一号和二号试管外围。 步骤四,将上述两管放在稳定均匀的光源或灯箱上,由上方俯视两管,检视容易颜色深浅,用低管先吸出较深色。 作为标准容易的一号笔色管容易,放在干净的小烧杯中,再慢慢滴回一号笔色管中,调整到与二号笔色管制颜色相同为止,凉度记录两笔色管的容易高度。 注意,一号笔色管及烧杯中容易务必保留。 步骤五,同法笔色一号和三号笔色管,一号和四号笔色管,一号和五号笔色管,并记录容易高度。 废弃物处理,硝酸铁,流氢化钾容易回收于重金属废一桶中,集中处理。 问题与讨论 一,笔色管为何是平底而非原底? 笔色管的口径大小若不同时,对笔色结果有什么影响?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二,笔色时为何用黑色不透明纸包住笔色管?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三,在二号到五号笔色管所求出的平衡常数值是否相同? 本实验有可能发生误差的来源有哪些?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三,笔色管所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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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